從data裡面幫我查詢的話 那BBA程式記得就是說 要查的是 主要是根據sale 所以在sale前面 加一個物件名稱叫s 加s 然後前括弧 雙引號後括弧 加一個點 然後這邊的話呢 在雙引號裡面呢 就加一個他的工作表名稱 叫data 我這邊叫data 那做好這樣子就OK了 不過我建議你輸入的時候 那個shits的物件名稱 也許可以打小寫 以開如果變大寫 那表示你沒有拼錯 那一定要是加s 為什麼要加s呢 因為它是一個集合 因為底下會有很多工作表 不只一個 所以shits哪一個工作表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記得就是 只要輸入好一個之後 那你要確認說把 主要sales range應該不用 因為主要我們的range 基本上都在 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基本上呢 主要是針對sales 那你做好一個之後 可以把它複製 複製怎麼樣呢 切 貼 這個貼一下 我習慣是ctrl 接按住 再貼一下 或者ctrl c啦 你ctrl c ctrl v也可以 記得要貼對 那一定會是在什麼 sales前面 再多一個所謂的 shits的一個敘述 應該沒問題啦 那最後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再試一下 如果把前面的data 這邊刪掉看看好了 刪掉了沒有了 那先確認沒有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這邊 當然你可以再多一個 清除按鈕 然後呢 我們試一下 不過如果說 你沒有那麼有把握 我是建議還是 逐行逐行跑 因為沒有人那麼厲害 一次就可以對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射中斷點 當它怎麼按下它 008幫我查一下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幫我查的範圍 另外一個地方 range a3 向下追蹤 這個追蹤指的也是 我要查詢的範圍 所以應該是指的是這個 那你可以把它改A2 從A2向下追蹤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在這個前面 再加一個 向下追蹤 這樣子一樣 它也會向下追蹤 然後這邊改A2 一樣是 我要去找的 forA等於 不過這個不是第二列 應該是第三 應該是第二列 因為我在Data裡面 for的部分的話 實際上指的是Data 然後確認一下 應該沒問題 然後向下追蹤 記得喔 你在跑的時候 一定要切回來喔 你不要停在這邊喔 如果你停在這邊的話 它變成 這邊不用加 那邊要加 記得喔 不是 然後換下一個 是不是相同 那以此類推 我們先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跑一下 找到了 找到之後的話 幫我丟過來 確認一下 這邊F8 沒錯 資料都丟過來了 好 那確認沒問題的話 我就把它全部執行 這樣的話 再試一下 008 009 因為後面剛好也有了 所以 這樣子 OK 然後 013 也沒問題 基本上 這樣跑起來 還算順暢 所以主要是改哪些地方 我再把重點 切過來 所以剛剛是 第一個 把那個 4I 等於 本來是3喔 因為我是把它貼到另外的工作表 所以它是從2開始 這個地方要加 然後呢 比對的那個 A要加 變成說 Sales這邊都要加 所以這邊加了 總共有 總共有 這幾個啦 包含 底下的 五個欄位 向下追蹤 有六個Sales 六個那個 Shits 物件一定要加 去Data 好 這個第一個 應該沒問題吧 跨工作表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會跨工作表的話 你要記得喔 哪一個為主 你游標一定要停在那裡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當我 怎麼樣呢 不要按按鈕 第二個問題是 自動幫我 能夠根據 如果它改變 自動就幫我更新了 不用再按下查詢 那這地方要怎麼做呢 也就是不要這個按鈕了 這個按鈕可以把它 Delete掉 不要 它會自動更新 但是呢 要怎麼樣讓它可以自動更新呢 第一個 你可能要 了解就是所謂的 事件驅動 那所謂的事件驅動就是說 這個事件喔 是由誰觸發的 是由那個 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喔 程式就不是寫在哪裡 不是寫在模組 而是寫在那個工作表 物件上面 哪一個工作表物件呢 我是寫在 我剛剛有一個 重新又 我要複製一個工作表4 叫VBA 那記得喔 第一個你要先把那個 我們的 VBA專案打開 裡面有物件 物件裡面的話 記得喔 找到那個 我是放在工作表4 瓜虎VBA 因為我的名稱要VBA 這個跟什麼 跟你的工作表名稱會相 相有關聯的喔 所以特別注意 確認一件事 這邊名稱VBA 所以你只要找瓜虎是VBA的 OK 第一個 那怎麼樣呢 找到之後把它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呢 上面有一班 請你把一班 改成什麼 Worksheet OK 意思就是說喔 我要針對這個工作表 裡面後面就是 前面是工作表名稱 前後面的話呢 是它的事件 那事件什麼 當這個工作表 被改變了 所以後面的名稱有一堆啦 請你找到一個叫Change Change就是一個事件 當它Change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 所以Change是事件 做什麼是寫在裡面 所以有點像一個因一個果啦 因為它有Change 所以呢 我會做後面的程式 那再來的話呢 把底下這個兩行 SelectionChange這個多的 把它Delete掉 不需要 所以 這邊一定是 工作 物件名稱 一定記得寫在哪裡呢 寫在 對的地方喔 一定是VBA這個工作表 當它怎麼樣 Worksheet是Change 那Change的話呢 可是問題喔 它觸發的時候是 整個工作表 只要有改變 它都會觸發 但是我們程式不是全部啦 我們只有針對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是什麼呢 只有哪一個儲存格呢 只有這個工作表裡面的H3 它裡面有改變的時候 才幫我做事情 那我程式撰寫是這樣 那1 特別注意喔 我怎麼知道是H3 它這邊有個叫Target Target物件呢 主要就告訴你 哪一個儲存格改變 OK 那我就判斷If 所以底下裡面 先判斷一下 如果什麼呢 Target 點 點裡面有個屬性 叫Address 它會利用那個Target的這個 叫做引述物件 告訴你呢 那個Target裡面的Address 如果等於什麼呢 H3 這個H3記得 請你用絕對做標 H3 記得前後加前的符號 如果呢 是H3 才做 處理 反思的話呢 就不處理喔 所以呢 一定會做一個邏輯判斷 只有H3 你再去做 那如果H3的話做什麼呢 就是做什麼 直接 剛剛我寫過啦 這邊有個查詢對不對 所以直接喔 把這個查詢的名稱複製 直接這邊打一個call call查詢就好 意思是說 只有H3改變了 我才去做查詢動作 其他就不管喔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可以設一個中斷點 把它停一下 我們試一下喔 1 下拉清單 004改變了 改變之後的話呢 它這個targeting address 裡面會告訴你說 喔 對是H3喔 是H3改變喔 那它才會進到 程式裡面 call查詢 就是把那個查詢 切過來 所以它才會自動再幫你去查一遍 查過來之後的話呢 然後自動把資料帶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剛剛有沒有 我把中斷點拿掉啦 005 它會自動就跑了 完全 欸 基本上喔 做起來的感覺 其實就跟剛剛用index啊 index啊 index啊 沒有差別 只是差別是說 它裡面 前面的是都會有公式 但是這裡完全沒有公式 為什麼 因為它是動態抓過來的 OK 那這種寫法是用VBA寫的 至於哪一種比較好 我覺得有時候 看實際上狀況 都定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把重點 再提示一下 1 不需要按鈕 但是問題你要告訴他 你的 當哪個工作表 發生什麼事件的時候 所以 1 Visual Basic裡面 找到工作表名稱叫VBA 2 當這個工作表 被Change的時候 3 它的Target address 所以這個關鍵在Target address 如果等於什麼呢 H3的時候 那我就Call查詢 完成了 OK 應該不會太複雜啦 只是說你要了解那個邏輯 所以基本上我程式都很短 應該沒幾行 你只要能夠做出來 這個蠻多地方都可以派上用場的 其實就這樣 很多東西 你多用幾遍 熟了之後 你又覺得這好用 以後就回不去了 如果你以後用了之後 你會發現 那我就 就像我慢慢習慣會用VBA寫程式之後 你很多 那一些 用的 以前用內建函數慢慢就不會用 因為 VBA的彈性比較大 它可以做出的效果其實可以比較複雜 條件也可以設定很多 OK 不過也許你們可以再做一個取捨 就是你如果簡單的工作 用函數就可以搞 那你比較複雜的 也許你可以 看 改用VBA思看 OK 試一下 所以這部分的話 事件的部分的驅動 在我們的講義118頁裡面也有 都一模一樣 這邊我有寫 Target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像這個東西 也不是坊間書籍可以找得到的 有些東西真的是 自己平常的那個實務經驗 去把這些東西給弄出來 那有的時候是同學突然問了一個問題 突然問了問題 我把它實作出來 OK 試一下 那個 主要兩個重點 一 跨工作表 二 事件驅動 OK 駕駛 2 3 2 2 3 3 5